我叫罗志华 是曼邦三队的驻村工作队员 我到这里驻村已经五年了 今天我要带领村民完成三进任务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隔村民地方 看到村民们这个卫生状况很差 还不洗澡 所以说我们就想到第一个月从理发开始 改变他们这个不良的卫生习惯 每个月就职他们理发两次 理掉头以后我都看不出他们是谁了 变了一个人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教村民别被子 打授家里卫生 我们入村以后 这个村里面的村民生活习惯 很不讲究 家里也是很乱 那个垃圾也是到处乱丢的 为了转变他们的观念 我们制定了一些村闺女友 每天对家庭卫生要打扫一次 被子是每一个月要清洗一次 衣服是脏了就要换洗 所以说是我们从大到小的时候 就过足够制造他们改变 我的第三个任务是教村民养风 看到这里这个桑林自营 可以说是很丰富 很私意仰慕逆风 我们来了以后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自营条件 通过我们自己的心智释放 把好的经验传设给他们 让他们到各个山上 拿去安放风筒 进来入村到现在 他们自己弄的风筒已经有一百多个了 我刚来的时候是有个想放弃的镜头 就是想回去了 但是后来又想想 这些村民 看到他们的那个心状 我又不忍心 我又觉得尽我的能力 可能会让他们日子过得会好一点 所以说我就下定节省 又不回去了 今天我们大少海老师 没加出来过 肉村以后最纳索的问题 就是村民不停放 现在小组长都跟我们抵着杠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通过肉腹 以它交心谈心 制定一些村归民业进行优授 为了改变这种形状 也是说请了线上的专家 为我们进行调研指导 然后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 指导村民 按照脱缺方法来进行种植 新年种了早稻 还有晚稻 总共种了两剂 通过手把手的交缩 然后组织他们好好的管理 那个长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今天我已经带领村民完成了三项任务 这三项任务完成以后 他们就可以来小绿坊超市 备换东西了 那么我们这个超市 大大小小的东西 有四五四样 都是老百姓的地心 生活用品生产用剂 现在看到村民精神密貌 把生活习惯 逐步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 看到我们入庆来 到现在取得了这些成就 自己也是非常高兴